学IT 拿高薪就来千方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下面我们来实现详情页的制作 详情页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创建了 就是在这里面有个detail 这个详情页的特点就是 它其实是所有用户的一个通用页面 根据用户的不同的ID来决定线的内容 所以说在我们点击图片进入详情页的时候 我们要把用户的唯一标识 就是User ID带过去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我是如何做的 首先我们找到这几个图片 图片是在哪里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那给图片加我们的实践 我们在这写上我们的BandTab 然后是HandleDetail 那怎么样来得到用户的这个ID呢 对吧 我们还是通过自定属性的方式 Data-ID 等于我们在这里码 我们的去挂载我们的item下的什么 杠ID 好 那挂载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写这个方法了 在我们的逻辑页面当中 在下面接着去写 好 然后呢 我们去拿到这个应用的对象 接下来呢 我们去存储一下我的ID 等于EV的Target下的DataSite 然后来拿到我们的这个用户的ID 好 这个用户的ID拿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详情页了 这时候进入详情页呢 我们采用这种编程式路由来实现跳转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微信点上Navigator Navigator2这个方法 然后它会给我们添加一个UIL 然后我们去把这个跳转到对应的详情页面 配置四下的Detail的Detail 然后我们注意这时候你要把ID带过去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写上我们的参数啊 UserID等于我们拼接上我们的ID啊 给它带过去 好 OK 那现在呢我们保存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ID值给它带过去 让我们点一下 好 现在已经掉了详情页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详情页上进行后续的开发了 那怎么能够得到这个ID值呢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地方已经打印了啊 这地方就是它会有个信息 我们其实已经能够看到这个ID值了啊 ID值 好 那想拿到这个ID值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点开我们详情页的逻辑 那 在详情页的逻辑当中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unload的生命周期函数啊 然后会有一个position就是 这个配 得到这个配置 在这个配置当中可以打印出我们的这个 想要的数据啊 好 我们去打印一下 看一下 能不能拿得到啊 在这里嘛 好 然后我们刷新 OK 然后我们点一下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就存着这个userID了 那我们把这个userID呢 想办法先给它存成一个局务变量 userID 然后 position 然后点上我们的userID 好 存好这个userID之后就可以进行后续的这个数据库的操作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该如何去做 为了我们调试方便呢我们不不去再点击进入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ID值呢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选拨一个添加编译模式 然后呢选择detail 启动参数呢我们就配成我们的这个它给的这个模式就是我们的userID 然后等于 然后等于 好把这个配进去 当然这个地方有个空格不要空格好 OK 配好之后呢我们先减确定 这样的话每次进来的时候呢我都可以直接得到了啊 就不用说再从首页点过来了 好 然后得到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数据库操作了 那这时候我们去引入我们的db啊 等于微信下的clode加上deservice 找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库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进行这个数据库的操作了 然后找到users这个表 然后接下来就是啊 doc啊去查询这个用户的啊 userID 然后把它数据全部查到之后呢 通过get的方法 然后得到 好 OK 那其实这时候在res的data下面就得到了这个用户的所有信息 我们把这个用户的所有信息呢写入到一个对象当中 这里面我们写上一个detail 出时我们给一个对象 因为这就是唯一的一组 也唯一的一组数据对吧 所以说不用写数组啊 我们只是找到唯一的这个用户人啊 好 然后detail呢是个对象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写一个功能 就是它这里面其实要做一个事情就是判断是不是这个好友关系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写个 is friend 是 false 不是好友 好 那我们要干嘛呢 其实我们要写我们的页面了啊 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做个简单布局啊 class等于detail 然后我们第一块要做的就是我们的按钮 part 然后这个这个就是写上已是好友 然后呢我们再来一个这个是添加好友 就是我们可以给用户个提示 当前这个用户是我的好友还是不是我的好友是吧 好 那这地方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微信的if 然后我们去写一下 然后这边就写上is friend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呢写上我们的微信的else啊 做一个切换 保存 我们现在一进来一看就是添加好友对吧 然后我们如果说假设这个地方 变成处了 那我们就会显示什么 哎 已是好友 好 这地方做好之后呢 我们接着去做我们下面的功能 下面呢就是把用户的详情信息给它渲染出来 所以说是view 先来个view 然后再里面呢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是这个你称 好 你称的话呢我们在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渲染的就是我们的 这个detail的nec name 好 那这个detail我好像还没有去 去这个映射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呢做一个事情 就是this s.setData 括号 然后detail等于res的data 好 这样的话呢我们去动态的更新一下detail 然后我们就能拿到这个用户拟程了 我们保存一下 看用户拟程有没有出来 好 哎用户拟程小喵喵啊 好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结构先做出来然后去稍微加点样式啊 第二块是我们的这个头像 对吧 然后我们是user photo 好 然后第三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个性签名吧 个性签名 好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detail的这个signature 好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 这个手机号 对吧 好 手机号 我们的这个forMember 好 还有最后一块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号 好 是我们的这个微信Member OK 这些呢我们都给的线出来线啊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哎 这就渲染出来了 当然这个地方 他直接把这头像的URL打印出来了 对吧 我们应该是图片啊 写这个地址啊 所以说把这个拷一下 写上我们的image 然后src 我们要把头像渲染出来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稍微的加点这个 这个样式把它稍微美化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好 把它选中啊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class 等于我们detailed 然后我们去写下这个样式 首先我们把这个图片先给它 先给它做的小一点啊 这太大了这图片 100个rpx 然后圆角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做一下 就是我们首先先让它往中间挪一下20个rpx 然后加上一个底边框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像素的灰色的 好 这个灰色的我们也是一样去找一下咱们全局配置当中的 嗯 这里 好 我们的color 然后我们在这里去设置一下 好 这个我们设置成个虚线吧 大实 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就 还好是吧 然后把这个 嗯 这个判定要再加一下 嗯 20个rpx 然后我们最好 再给它 集中一下 那我们选择这个 Display等于flex 然后blend items等于centre 好 ok 好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就 好看很多了 好看很多之后呢 其实 呃 最后一个这个虚线 可加可不加啊 如果你觉得不好看 可以把最后一个虚线 去掉 这里呢我就不去了啊 大家看一下 好 基本上呢我们就把这个 布局呢 啊也给它 这个搞定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内容渲染 这一块呢也都 把这个当前这个用户 给它渲染出来了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 啊 首页然后我们看一下其他用户 会不会有问题啊 这是小喵喵的 我们点一下东北小哥的 好可以看到 当然这个为什么这边不显示呢 就是因为我数据户里面没有设置啊 所以说它就没有显示 好 然后这个无言也是一样的 ok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 详情页的布局啊 就算 先简单的 给它实现一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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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